就最近几天 美国欧洲很多人都在问 Miles你在直播中说 苹果手机有暗门 你有确切的证据吗 其中一个美国人 刚刚的从郑州广东回来 去看了iPhone生产线 到了河南富士康 他真的是感受到地狱所在 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人 关于这个世界国际发货 开会这些领导层 住当地的美国人 还有一些台湾派去的代表 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说话 他说但凡有一个人想靠近我 旁边的便衣警察 七八个夸就把我围住 在郑州便衣警察 跟着美国总部来的 质检员和监督员 他们在苹果里边狠言的 竟然是便衣警察跟着 一个员工 一个工人都不能给他对话 连对眼神都不行 都有人看着 他说整个中国没救了 然后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紧急通知到北京 北京领导接见 北京安排了国家副总理级的接待 美国来的什么代表 到北京待了三天 最后取消接见 他觉得整个中国现在就是一个 崩塌的感觉 从郑州到北京 他觉得北京城比郑州还坏 到处是骂骂唧唧摔盆打碗 接他们的司机也是觉得有今天没明天 美国这个哥们回来以后 他说中国真的像地狱一样 另外一个 美国金融界大佬 头一段时间说好的 由基辛格安排 到北京要见习近平 在李奥见面前的几小时取消 领导由于个人安全和现在病毒传染 不易接见要取消 适当时机再安排 这是在中共外交史上是不会发生的事 取消就是说由于日程时间安排 取消是可以 没有说因为安全和现在病毒的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从河南的郑州到广东到福建到北京 全国人都在面临着一个 中国春节前的大病毒 大死人 大火葬 而且整个的恐惧时代 没钱 有病 病死前也没药 病死后没人葬 就连张又霞这样的好战分子 习近平的亲信都能告诉习近平 现在不易打台湾 当然身体也不好 你一打你那撑不住就完蛋个球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